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Kuchinia为了小S上传了解释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几天开始,小S跟黄子娇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一段内容 记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好奇心 Kuchinia带我们去吃了本地美食 在分手后,我跟姐姐没有找到那家店永远忘不了的酱牛蟹 他有带我们去吃生螃蟹 我就觉得,哇,那个螃蟹好好吃 就有这个画面,但其他的印象就很胡了 这两个内容引起了韩网的热议 到底是有多好吃的话 二十年前分手的女友的妹妹 还有他当时的男友都还记得呢,Kuchinia 是Pro还是Ginia呢?赶紧告诉我们吧,Kuchinia 所以,到底是哪里呢?Kuchinia快解释 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今天,Kuchinia在IG公开了店名 ProKanjanggejang后留言 所以我来解释 不过这里还有营业吗?上次去好像不见了 如果是搬家的话,请告知地址 这ProKanjanggejang它有几个分店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 但是新撒动本店还在营业 疫情前海外客人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日本客人 而我之前招待外国客户的时候也会去这一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队内有变化后 全岁员对成员们说的话 在这次Tunboy回归之前 全岁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去年我们队里有了很多变化 首先是成员从六个人变成了五个人 在经历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对成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次的专辑是最后的机会 我们这次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所以专辑名也定位 I never die了 我希望这次的专辑能够引起轰动 真的希望这次的专辑能动摇乐坛 其实我常常觉得 大众们对我们这次的回归不是关注 而是注视 真的想用这次的专辑打破那种视线 当记者问到有自信吗的时候 全岁员回答 有自信 这次的专辑可以说是我的全部 然后这个自信的结果就是 朱大哥Tunboy在韩国所有音源网站都拿下了一位 专辑手肘销售量也刷新了记录 不是关注而是注视 这句话很有共鸣 以后就算不做女团 做制作人应该也会很成功的感觉 以所缘为中心的五个人都辛苦了 我是别家粉丝 最近反复在听Tunboy 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 能做出这种成果 真的感觉又帅又很厉害 全岁员加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播放的 한句中 男主们的身高 新沙瓦아가씨 지연우 187 机上청 사람들 송강 186 군검찰 도베르만 안보영 188 2521 남주요 187 사내 안효섭 187 김민규 183 땡큐来了 天 2025 182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